悟空已經在昨天被偷偷改強了喔 這次優化了他的普攻劍格 普攻劍格就是跟攻速很像的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增加了悟空在前期的攻速 希望他在前期有更快的刷野速度 跟他的連招速度 各位悟空粉是不是期待他改強很久了呀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喔 你看這邊刀鋒追殺我 先開個大然後隱身 回頭去殺殘血的菫 再來一個技能普攻弄掉了一下喔 再利用一個過強的技巧呢 擺脫了刀鋒的追擊 這邊我們偷偷摸摸的 偷偷摸摸的繞後排來抓繞竿肉 往前敲一棒 哎唷一死兩命 再來一個暴擊4160 直接秒殺掉菫喔 哈嘍大家好我是有個 I'm Yuga 這場是悟空的實況解說 各位可以仔細注意一下 悟空整個他的攻速有沒有被強化了 我自己當下玩起來 確實攻速是有明顯的成長 不過他增加是攻擊間隔啦 那我這場的出裝呢 就放在左下角 沒有放奧義是因為 悟空不就那一套奧義嗎 暴走 精靈 龍爪 百年不變的一個奧義 那如果你今天臉比較黑的話 你要帶暴怒也是ok 只是帶暴走會比較痛一點點喔 好 那簡單說一下 在前期我會選擇買一階的打野刀 不會升上去 然後接下來就會買 4個直虎 直虎呢就是會增加 暴擊機率的那個綠色的小手套 一個手的感覺啦 可以看到我 買了非常多的直虎 出了4個之後你的暴擊機率 大概會落在 80幾% OK我們在前期 幫忙瑞克抓死了這個安格列喔 安格列我一直覺得他還蠻OP的啊 只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段時間 又很多人不愛玩他了喔 好我們看到依夏從 這個忠祐移動了喔 我們直接敲他兩棒 被這個蘑菇給擊飛了 好 圖倫成功收下了依夏 其實這個依夏我猜他肯定沒看地圖 我已經在下路殺掉了安格列 他怎麼還會想要從河道往下走呢 所以這依夏肯定沒看地圖喔 那至於我們的上路呢 我們上塔已經爆炸了喔 我們直接隔山打牛 把這個殘血的這個刀鋒直接收掉 欸我覺得我前期 臉還蠻這個還不錯欸 欸該有暴擊的時候都給我 像前面那個安格列 就是因為暴擊 所以我拿到人頭 這個刀鋒也是欸 喔我現在的人品還不錯喔 不過我們這場也是一個 微逆風開局 稍微看一下這依夏 嗯他佔了位置 唉 有點尷尬喔 不過沒有關係啦 沒有抓到他就算了 那現在我們簡單看一下對方的野區 欸藍吃了嗎 可以看到 藍已經吃了 OK在底下看到一個安格列 安格列的部分呢 喔他就是一個猖狂 你看 砍三刀就可以免死五秒 又可以回25%的血量 喔最後安格列 還是死掉了 這刀鋒因為砍了很多下的塔喔 最後 欸他觸發了死神摩溫普攻 成功的拿到了刀鋒的人頭 還不錯吧 因為我們狀態已經不好了喔 所以我們就不再往前稍微吃一下紅BUFF 我個人悟空的階級喔 應該是 2 1 3 就是2 1大的意思啦 這邊 技能冷卻也差不多好了 紅BUFF也吃完了 就跟著瑞克來到中路 直接往前敲 基本上你在敲的時候 要挑軟的 去敲 你不要在那邊敲一個 伯頓跟我說你 悟空怎麼都敲不動 那刀鋒來了 我們直接果斷撤退 我們這個就是利用悟空的特性來撤退喔 就是隱身啊 加位移加過牆 就是不要讓刀鋒給貼到大 那稍微回補一下 我們這兩鞋子會出-CD鞋 鞋子部分你可以 依你個人的 一個習慣做一個改變 好 這邊看到一個一下 不過一下最後 往中靠 那這邊看到一個 我想說敲個兩棒 一開他就會殘血 沒想到 這個愛麗絲的大招 超級無敵緩 再加上沉默 錦也交出了瞬移 哎呀 這一場 怎麼說呢 簡單來說 好像只有我一個人順風喔 這邊我出了4個指虎 你看我暴擊機率落在 83.6% 就是差不多你 敲個三棒 一定會有兩棒會暴擊的意思啦 不過如果你臉太黑的話也沒辦法 直接往前敲暴擊囉 兩棒 那有警察一點點啊 敲不到他 那最後因為我的狀態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只能果斷拉掉 那個錦喔 殘血一直死不了呢 不過講實在話 那一個他們的輔助 愛麗絲真的很保那個錦 超級無敵保護那個錦 我真的很難去 接近那個錦啊 就算一接近 馬上安麗絲開大 沈墨架一技能暈眩 我整個跑不掉 這個中路 就由炮車去推就好了 你不要還在那邊傻傻跑去敲那個中路的防禦塔啊 就讓炮車去推就可以爆了 那來制裁一下這個安格列 因為剛剛我們有去滑動視野嘛 很明顯看到 安格列大招已經開過 而且還殘血 這個 基本上就是要透過你會去看地圖啦 但是看地圖這種東西喔 每個人都會講 但是你們真的會去做嗎 你看我無時無刻 我只要看到哪邊好像有狀況 我就會地圖直接滑著過去喔 這邊我們來吃一下這個藍buff喔 老實說我們這場 輔助算是一下啦 但基本上 我們有它跟沒它是一樣的 因為它那個輔助裝喔 根本就不合上去 中路的部分是沒辦法打的 我們是悟空我們是刺客 所以你要 挑一個可能敵人落單的時候 而且悟空基本上也是打 在殺落單的 所以你要抓落單 這邊稍微等待一下 時機喔 先等隊友賣一下 啊等隊友去扛一下他們的禁人啊 之類的 我們再做進場 Causer一個一下 然後愛麗絲也死了 菫也倒了 剩下一個安格列 不過這個安格列 你看它開完大招有點OP啊 最後我們帶走安格列喔 被這個刀鋒給切死了 喔 隊友撤退是正確的喔 因為他不撤退 就會被刀鋒給切死 那我們在復活之後 先看一下對面藍區 沒有任何的人 喔我剛剛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過去幫瑞克 因為剛剛瑞克反正就殘血 我第一時間過去啦 那個瑞克還是得死 然後反而會被這安格列給跑掉 我這樣繞一繞 安格列至少還清個兵線 好嘞 我們現在已經出到了雙刀 好下一件我會出破陣 破陣對於悟空來說 還蠻重要的 你看我這邊滑動地圖 一下本身就有藍buff了 還在跟我搶藍buff 好吧 要吃就給他吃啦 因為基本上 悟空喔 對於冷卻來說 我已經出一個冷卻血了嘛 我重點在於 要有一個好的進場 或是對面一個落單被我抓到 哇 我們的瑞克直接殘死 你有看到嗎 那個愛麗絲緊緊跟著緊 他們都一拖走一起 我真的很難進場 這邊請注意小地圖 請注意小地圖 可以看到刀鋒的動向嗎 他是往上路走 就是上來找我了 這邊我拖完兵線 我要馬上回家 因為你再去推那個塔的話 你就會被刀鋒切 這邊馬上回家 你能確保就是 你拖了對方的一個打野 OK吧 但是我們隊友這邊爆炸了 但是隊友這邊爆炸了 這我也沒辦法啊 你看比數 19比16 我有9顆頭 5個助攻 所以基本上 只有我的視角是順風的 我的隊友超級逆風 OK這邊注意看喔 圖倫自己喊了撤退喔 圖倫自己喊了撤退喔 結果沒想到他自己跑去 他們被蹲了 被對面給蹲了 他們自己喊撤退 然後自己跑去探草 自己被蹲自己被殺了 然後就有人來頂我 我莫名其妙 我莫名其妙 其實重點是一下 他沒有把輔助裝升上去啊 根本沒人敢去探草 你看這邊刀鋒追殺我 先開一個大 然後隱身 回頭去殺這個殘血的井 再來一個技能普攻 弄掉了 一下喔 那再利用一個過強的技巧呢 欸 擺脫了刀鋒的追擊 我天真以為 刀鋒不會再追我了 想說來上路看一下那個 愛麗絲 看到他了 冰線清一下 再清一個冰線 這邊想說貪心一下 沒想到 就這樣看到了刀鋒 然後他們輔助還開了一個眼睛 完蛋 我走不掉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成功怎樣 抓到兩個人頭 還拖到對面 兩個人的時間 綜合起來 我們拖了四個人的時間 你說賺不賺 很賺啊 因為隊友就是逆風嘛 你給更多的時間 給隊友去發育 就等於我們勝算就更高 這邊先稍微繞一下後排 把他們的兵線先清掉 他們沒有兵線 他們要進攻什麼啦 這邊我們偷偷摸摸的 偷偷摸摸的繞後排 來抓繞竿喔 往前敲一棒 唉唷 一死兩命 再一個暴擊 4160 直接秒殺掉井喔 那因為我的狀態比較不好喔 安格列滿血 就給隊友去解決啦 而且安格列是直接怎樣 衝高地喔 哇 我們直接把兵線推掉 然後再去回頭去收割 那一個刀鋒 刀鋒血量還有半血 唉唷 沒他視野 他直接切我一個大招 最後一棒 弄掉了刀鋒 到底是誰比較痛啊 當然是悟空啊 對面一個全軍覆沒喔 這個全軍覆沒得來得非常的不易 我們一定要把握這個優勢 就是趕快拿凱撒 儘管我現在狀態不好 直接拿就對了 我看到很多人把對面 殺掉了兩三隻 還不懂得去拿一個 大型物件 還在那邊 清兵線啦 吃自己的野區啦 那這樣子你要贏喔 等明年吧 這邊我們直接回家 然後這邊就直接發了一個撤退 為什麼 對面全部復活了耶 你看我們隊友的位置 我們隊友位置都站那麼出去 那就是等著被抓的意思 為什麼要回家 因為我要回去放龍啊 龍走的時間越長 強化兵線的時間就越長 這代表一件事 就是 這個堇 他 地圖觀念不足夠 對 對面全部都復活了 而且你也沒有對方的視野 你這樣子站那麼出去 就是等著被抓啊 那個堇還信耀 喔 這邊直接收掉了刀鋒喔 很明顯吧 這個刀鋒跟悟空 這是有差距的 OK 這邊 我們隊友直接 被打 打爛掉耶 我們這邊回頭來收這個愛麗絲喔 還有剩下這個依夏 依夏 關了我一個大招 然後我們開一技能 可以追得到嗎 追 不太到喔 我們直接 被他的夢夢給打殘 這邊 請你們注意看一下 對面的安格列在我們上路推 所以我們在下路 其實我們用了五個人耶 很虧耶 超虧的 其實重點在於 一開始緊被抓掉 然後後來又死了一次 我的天 這邊就是看到我東西就去拿啦 就是稍微細一下血量 然後看一下刀鋒的動態 欸刀鋒往下靠了 你看那個依夏還不退喔 刀鋒已經往下了 那個依夏還不退 那個龍就剩那一咪咪的血 剛剛有滑動地圖過去看嘛 這個 這個很明顯就是 隊友在地圖觀念上面 真的很不足夠 第一個看到很明顯是井 第二個是那個依夏 就是整個 觀念可以再更加增強啦 其實也不是觀念 就是 你根本不會無時無刻去注意那個小地圖去看 那這邊我忘記買裝備了 身上有太多的錢 然後忘記買裝 因為我的備戰都是預購一堆紙虎 下路稍微堆一下 看有沒有人會來 喔 喔看到瑞克 被人群給抓了 那這個安格列看到我是直接開打過來的 然後直接被打殘 因為他那個無敵時間真的太久了 我根本不想跟他打 而且他隊友支援很快 你看井他們都來了 喔刀鋒直接往這邊切 我根本沒地方跑 我已經在第一時間撤退了啦 盡力了喔 OK 我們上塔不見了嘛 剩下中路跟下路 安格列更好衝啊 直接衝到了高地 直接趴在那邊 上路兵線我們去清一下 喔一整坨 那依照現在來看 對面全部人都消失 你應該知道對方在幹嘛了吧 對方在吃凱撒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地圖觀 對面一定在吃凱撒 那吃凱撒同時 你能做什麼事 就是去換一隻 深淵魔龍可德 所以依照依這個時間呢 我就馬上來吃這個深淵 瑞克蹲在那個草 不知道他在幹嘛 你看我就很明顯直接 換到了一隻龍 對吧 對方拿了一個大型物件 你當然直接跟人家換啊 如果今天你不去拿這個深淵 你就吃虧了 因為對方會拿雙龍 他們吃完凱撒 一定馬上接深淵 你看我們那 我們這樣拿是不是超賺 這個就是 就是地圖觀的整個運用啊 就是很明顯對方可能會做什麼事情 那你需要去做 另外一件事情來去互換資源啊 什麼之類的 這邊我們稍微繞一下 我們並沒有跟隊友站在一起 結果看到一隻一下 二技能 暴擊3797 兩棒暴擊 他直接KO 好看到我們瑞克死掉了嘛 然後我們就往中路靠 看有沒有東西可以讓我們切 這邊看到只看到一個 愛麗絲 結果沒想到後面還有個警 這愛麗絲的大招真的太科波了啦 那個沉默 你看刀鋒一個人就把我們隊友給切爆了 這感覺就是 這場真的太難打啦 不過我們的戰績還是不錯的啦 抓到蠻多落單的 而且對面整個陣型都 就是他們很團結 都一整群走一起 幾乎沒有太多的破綻 我們已經盡力了 有個你做得很棒 你做得很好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優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